宁波向山一辆越野车启动后,突然静止向护栏撞去,然后冲向遮阳棚。幸亏棚下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反应快,提前跳车避开。 这时,越野车向右猛打90度方向,冲上景观植被后,撞倒了一排护栏。最终和在车位上的一辆宝马车相撞后才停下。 现场造成一辆电动自行车受损,七节护栏倒地,两辆轿车受损比较严重。 所幸,事故没有造成人员受伤,不过驾驶员不仅要为自己受损严重。 严重的新车负责,还有赔偿宝马车及公共设施的修理费等,总计十多万元。